北京警方通报吴亦凡都美竹事件 信息量很大 首先2020年 吴亦凡执行经纪人以挑选MV女主为由 约都美竹去吴亦凡家中约会 两人共度一晚 吴亦凡给都美竹转账3.2万用于网购 到2021年4月 两人还保持着联系 2021年6月 都美竹和好友刘某为了提高知名度 便由刘某发了都美竹被吴亦凡冷暴力的博文 7月13日 网络携手徐某联系都美竹 为其写了决战等十余篇文案 男子刘某虚构女性身份 并称自己被吴亦凡欺骗过感情 取得都美竹信任 获取两人交往信息 期间刘某既冒充都美竹 又冒充吴亦凡律师 企图从中间获取钱财 刘某被抓获后 对此行为供认不讳